寫扁 寫扁的話就是寫寬一點就扁了 其實它這個字可以寫扁也可以不寫扁都可以 只想要寫扁 當下就有一個想法 就想做成這個樣子 那你就勇敢的做吧 先不要管它好不好 有做表情總比都不知道要做表情好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做了太多 太可惜了 做少一點會不會好一點 你不用想這種問題 通常都是做太少 所以寧可做多以後再回來 學出法也是一樣 先不足然後做的過多過度然後再回來 就是所謂的憑證顯決然後復規憑 這種練習的方法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不可能一次我就是剛好寫的剛剛好 那就是神童了 偏偏神童都沒有好下場 好像上面四個字都有點輕耶 那就這裡寫密 你一定要隨時注意你的字 連續的一些字裡面 是太輕太重 跟旁邊比起來 不是跟自己比喔 有時候都是跟旁邊比的 自己比都沒有意義啊 那你的輕重能做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輕 你能不能輕到這樣子 怎麼這麼細啊 輕 重 輕 再輕 再輕 你能不能輕到像這樣子 然後重 你能重到什麼地步 重 這是重 你能不能重到這個地步 就是說你在玩的時候 不能說完了 你在寫字的時候 你的考量 考量完以後 你是真的做得到百分之百呢 還是只有做到百分之十 還是百分之五十 比如說剛才說要重我就寫重 剛才說要寫輕我就寫輕 這叫做控制筆的能力 那你說這裡要輕要重 所以變你你要輕要重我都做得出來 比如說要重 那就寫重 下一個字你要輕要重 其實輕重對我來講 都可以做得到 只說他配得好不好看 配得好不好看就是剛才所講的 跟左右鄰居比 左右的志去比 來決定他好不好看 要不要點隨便你啊 要不要點隨便你啊 啊 信實可負 寫錯字 錯字點三點就好了 不用管他 寫十 嗯 可 嗯 可 可以 這些輕的 準備拿一些重的 好 好 這些輕的 有些字體偏重 表示他輕的地方寫的少 有些字體偏輕 表示他重的地方寫的少 每一個書法家對於輕重的配置完全不一樣 所以輕重一定是沒有標準的 不用去追求標準 只能說這個標準符合某一個書法家 不是符合所有的書法家 所以當你寫越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每一種情況書法家都做過了 古代的每個書法家都做過了 每某一種情況 你要發現新的方法比較少 契造的時候有一點 不過道德經有出現 他沒寫 那就算了 我們常說現代人有很多創局 其實很多創局都建立在人家早就做過了 只是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你能表現到什麼程度 加強在什麼程度 基本上就用舊的東西再去加一點自己的想法 把它突出出來 不然每一個東西大家都有人做過了 不可能人是人 想法人家早就想過了 很難 就很難 他有寫過 這根柱子寫得特別長 這寫得很正常喔 不要說這個叫異常 這是正常 把那個寫長 把這個筆畫寫長 實際是正常 那兩個還有三個字 三個字 那這裡大概就只寫三個字 在前面寫的時候就注意到它左右不對齊 寫到最後 最後的時候又要注意到 那格子剩多少格 剩多少空間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墨碑 好啦 墨尾長得很長 然後還有墨碑兩個字 差不多 再來 墨碑一個 墨碑兩個看著 走 墨碑一個字 兩個墨 在一起 墨碑 冨碑一個字 那妳肯定要寫不一樣 右邊的新 左邊也新 那你就粗細長 長短的來做比較就好 不要讓它覺得兩個長得一樣 那我就寫得跟它細好了 寫得跟它細 點後面這裡的缺口不能一樣